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JChannel,我是主持 該視頻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目前過遊戲中最新更新的重新輸出排行榜吧 其中包括就是上榜的寶可夢,還有就是他們可以做到對應的秒傷以及總輸出傷害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用圖表來跟大家分享 其中目前上榜的排名第一的重新輸出寶可夢有超級大爭鋒 那秒傷可以達到17.608,總輸出傷害方面更是可以高達390 然後排名第二方面有暗影版本的大甲 排名第三的話有不一樣技能組合的超級大爭鋒 以此類推,排名第四的有另外一個技能組合的暗影大甲 還有最後上榜排名第五的有這一個暗影版本的聚前湯郎 那目前排名第二的暗影大甲方面呢 雖然有暗影寶可夢的一個攻擊數值加成 可是秒傷還是不達擁有超級型態加成的超級大爭鋒 那秒傷方面目前只達到16.943 總輸出方面呢只有達到343.6 那排名第三的超級大爭鋒 不一樣的技能組合目前也稍微比較遜色一點 秒傷只達到16.942 跟排名第二的暗影凱羅斯或是大甲只差了0.001 可是總輸出傷害方面卻勝過於排名第二的暗影大甲 達到375.2 至於排名第五的暗影巨前螳螂方面呢 目前秒傷只有達到16.561 總輸出傷害方面算是中等的吧 可以達到351點 再來提醒一下大家好 剛剛所跟大家分享到的 就是有關排名第一的秒傷 或是總輸出傷害的蟲系寶可夢 也就是超級大爭鋒呢 將會在購遊戲中的8月20日 也就是星期五的早上10點開始回歸 會維持至8月26日星期四的早上10點為止 所以大家可以安排一下時間到時候去好好入手一番吧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關目前過遊戲中最新更新 現有的重新各大寶可夢的輸出排行榜 希望該方面的資訊可以有效幫助到大家 影片時間差不多 影片之後我跟大家說一下 影片之後言論呢 請我參考並不斷作為一個標準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讚分享還有打開小鈴鐺 有什麼話想要對我們說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間 我們下期見 喜歡 請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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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destroy you